从西藏博物馆以及图书馆一路走来 终于来到了罗布林卡了 这是罗布林卡广场 在罗布林卡的广场周围 有各种各样的植物 比如说金叶女真 樱花 红莓 还有红叶里柳树杨树 各种植物都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前面啊 就是售票处以及剪片口 我直接从中间这个门进去 按照箭头的提示 右手边是售票处 票买完了 这就是罗布林卡的大门口 看一下我的这个票啊 是3D的这个景象的 准备从这进去了 进来了 这就是罗布林卡园林里面 看我左手边有一块石碑 世界文化遗产 罗布林卡 中间是指示牌 右手边 罗布林卡 欢迎您 是绿色的字 看一下中间这个示意图啊 按照顺时针方向 看红色的箭头 这么转 转一圈 就从中间的这条路走啊 两边都是这种松树啊 周围还有各种花 罗布林卡 在藏语的意思啊 就是宝贝园林 是历代 历代的这个 达赖的下宫 18世纪中叶 初建 经过后期的这个扩建啊 这个占地达到了 36万平方米 大小房间400多套 主要宫殿有 隔桑破张 金色破张 还有准增破张 破张是什么意思 就是宫殿的意思 继续往前面走 大大小小的宫殿啊 不计其数 今天课得好好转转 这罗布林卡呀 也是西藏规模最大 造型最美 最颇具特色的这个原理 集园林宫殿 建筑艺术为一体的 这个大型宫廷式建筑园林 这个有山有水的 估计还有假山 一会儿走走看 看这边 寺院 古树苍天 花团紧错 取境偷幽 亭台楼阁 不计其数啊 前面的宫殿 也略显庄严肃末 这里啊 聚集了18世纪以来 藏族的精华建筑 听说里面还有佛像呢 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看到啊 1998年 被列为了国家重点保护 2001年呢 被联合国写入了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首先看看这一座宫殿 看看盘上写的是什么 这就是 格桑坡张 上面都是有示意图的啊 这个大殿非常大 看这边游客非常多 切换个广角 在门口看一下 哇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层 后面还有一个两层的大殿 然后这边是后院 旁边啊 是正在维修 所以从中间看一下 这里面呢 就禁止拍照了 所以我就走到这儿啊 进去看看 到时候跟大家讲讲 里面都有什么 从里面出来了 这里面啊 二三层是关闭的 进不去 只有这个一层 一层呢 周围有座椅 中间有这个大柱子 最中间是一个灯 后面都是佛像 佛像的这个周围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 西藏喇嘛 这个西藏僧人的 这种红色的这个衣服 然后中间呢 有一位僧人 在那里面这个 好像点油灯 在嘴上不停的这个念叨着 这就是我在里面看到的 这个景象啊 刚才已经转完了 这个第一座 现在继续 沿着这个方向啊 去转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后面还有太多的 这个宫殿了 我现在就在 罗布林卡最边上 也就是紧挨着 南门的这条路走的啊 宫殿都在我的右手边 在这个方向 这样的话 就会把所有的宫殿 都转一遍 按照箭头的提示 这次往北走 这边的这个 看宫殿围起来的面积 特别大 一眼望不到头 都是这种黄墙 上面是刷的红色的 都有排水 上面是排水柱 哦 这里就是内马厩 是可以看的啊 从这个门进来 切换个广角 哦 原来内马厩就是这样的 看 里面没开门 这边是墙 被顶住了 我觉得这里面 应该是马厩 这边的槽 不知道 是不是 喂马的 以前的那种槽啊 然后后面呢 就 就是 个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 原路返回 由此参观 这是下点 拉康 整个都是一层大殿 里面也都是佛像 从门口看一下 这边有个梯子 非工作人员 禁止上去 那转完这个厅 从这边出去 沿着核心建筑周围的这个墙走啊 发现每隔一百米都有这种小门 小门是上了锁的 不知道是从哪个门啊 进入这个核心区域的 再走一走 看看 我现在来到了 罗布林卡的北门附近啊 发现这边的围墙特别矮 可以直接看到里面好多的松树 这个时候蓝天白云的 天气特别的好啊 到这边啊 墙开始变高了 看不到里面了 我就在墙边走 发现原来这里面 目前在施工啊 还没有完全建好 这边依然是主垫的这个围墙啊 面积非常大 我看看前面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主垫里 发现前面的门好像是可以进的啊 终于可以进入到主垫的核心区域了 看 这边的石狮子呀 是五颜六色的 非常可爱 这边是踩着绣球的 这边是踩着小狮子的 一公一亩 这边是亩狮子 从这进去 哇 这边是一片竹林 我现在正走在了竹林深处 一路走来 终于到达了达旦明九颇章 然后对面是龙王殿的那个方向 先看这儿吧 哇 晴空万里 双层的垫 中间有个喷水池 哇 太漂亮了 金碧辉煌的 我现在呀 就从这里面进去 一会儿出来之后 再和大家分享 我现在从里面出来了 这里面是两层的对称结构的 中间的这个楼梯非常宽 两边窄 然后 实际上二层 二层有很多的这个小隔断的房间 里面都是 没有佛像 都是那种 藏族僧人的这个衣服啊 然后都在座位上 然后 后面有一层最大的这个厅 非常大 几乎占据了整个这个大殿的这个一半 也是没有佛像 都是那种 僧人穿的衣服呀 我看到的景象就是这样的 现在准备 穿过这个门 进入 身后的这个龙王殿 看看 这座大殿是什么样的 从这道门穿过 是分东龙王和西龙王的 我左手边是东 右手边是西 这有一座水池 在水池的正中间是西龙王殿 前面是 准增扑张 只有从前面的这座桥才能进入到这个 西龙王殿 然后我斜对面 是东龙王殿 在这道门的旁边 就是东龙王殿 写着游客纸布 我现在从这边绕过去 直接进西龙王殿 按照箭头所指的方向 这就是准增入口 看一下这座大殿 过来之后 是石桥 周围 有进水口 是金色龙头的 下面都有这种金鱼 看这儿有一座大殿 没建成 这边就是西龙王殿 穿过去之后 是准增颇张的大殿 这边是帐篷式的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穿过来之后 这边也有一座帐篷式的 这个大殿 周围有红色的柱子支撑 这边是过不去的 所以说就在这边观赏一下 继续沿着水池这边穿过来 看这斜对面就是准增颇张 我现在进去看一下 然后出来 告诉大家是什么样情况的 这边是介绍 我现在从准增这座大殿里面出来了 这个二层上不去 只能上一层 一层门口 首先是有同质的石狮子 其次后面就是牵手牵眼观音 然后周围有佛像 然后中间还有一盏灯 是那种油灯 现在从这边再去转其他的大便 这个罗布林卡里面真的是太大了 这后面还有一个区域 没开发 从旁边绕 我现在一直沿着动物园 旁边的这条路啊 来到了金色颇章 这是金色颇章的入口 从第一道门 穿过来 切换个广角 周围都是松树 对面是一座 目测一下是三层结构的大便 就是金色颇章的简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发现这两座石碑啊 特别的高 与传统大便的石碑不一样 这个石碑是非常的细长 高度超过了这个十米 然后我现在走到大便里 这里面啊 也是不能拍照的 然后我进去之后出来 再和大家分享 我现在从金色大便里面出来了 刚才啊 这个大便一进去之后 里面特别的大 然后门口 有差不多十多辆 那种类似于黄包车呀 还有那个轿子 甚至是第一批生产 类似于那个福特汽车 最原始的那种 都是黄色的 以及还有这个棕色的 还有红色的这种系列 然后周围一共有 30根左右的这个大柱子 然后四周都是那种油灯 然后这就是金色颇章里面 看到的这个场景 在我身后这个区域啊 也都是小型的这种宫殿 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儿 在金色颇章的周围 都是这种小型的这个颇章 就是宫殿 看这边都是 刚才金色颇章里啊 还有很多的佛像 这边也都是 看 里面都是不能拍照啊 我只能是在外面 看这边 格桑 德吉颇章 是两层的 对面就是 从格桑 德吉颇章里面出来了 这边是双层的 只看了 最上面的一层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厅 一共是四五个厅 每个厅里都有那种 藏式的沙发 还有桌子 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 那种 就是西藏那种喇嘛 或者是和尚的这个衣服呀 就在一个座位上 周围都是佛像 还有那个灯 看 从这边出来了 我身后啊 就是僧侣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啊 发现了好多的这个衣服什么的 前面就是出口了 然后 这个方向是 动物园的方向 准备带大家到动物园里面 好好参观一下 已经在公园里逛了 一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有点饿了 正好拿出没吃完的这个 啊 簪吧 看 还有这么一些 边吃了 边走吧 在去动物园的路上 发现了 这边有个梯子 然后右手边 有一个水池 听到声音了 大家看这个池子面对非常大 水源源不断的从这流出来 都是清澈的 一定还有出水口 我现在啊 就到池子的对面 这边的高度比较高 有一个梯子 我登到 上面看看 后面是什么 比较好奇 这个台阶比较陡 上来了 原来上面是一个平台啊 就走到这 不过去了 这是刚才登过的 德桑格级的破章 前面还有金色破章 原来这边是可以上底 只不过这条路被堵住了 我就不上去了 继续前往动物园的方向 很明天 就 interrupt下了 ref 叽到正面 我